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呢 就是以色列的土地的归属权的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很多的人都不知道怎么回答 因为从历史上面来讲 然后又现代史近代史 然后什么真假犹太人各方面的 有各式各样的阴谋论参在里面 然后有各式各样的历史冲突在里面 所以今天我们就请来了一个专家 来帮我们来解答这个东西 这样子别人就不会说 这只是Edan说的或是Falicia说的 对就是从一个非常全面的 角度 然后历史的角度 所有真相的角度 去给大家展现说这块土地到底是怎么样 那下面就让我们用非常热烈的掌声 来欢迎黄浩光牧师 牧师你好 你好你好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邀请我来 今天跟大家去讨论这个议题 那我是黄浩光牧师 我简单介绍我自己 过去二十年我都在香港来服事 今年就退休回到美国来 就是说二十年前我本来就住在这个地方 过去二十年我最后主要做两个工作 一方面就是做香港国度复兴报的总编辑 这是前部分的 那后部分我就做一个牧师的时候 我就牧养一个教会 那这两节中间呢 我去了以色列 在哈佛University里面修课 那修了两课 一个就是Hebrew 现代的希伯来文 另外一个就是Contemporary History of Israel 以色列的近代史 这个以色列的历史 我们做牧师的 看圣经都是古代的历史 没有学到现代的历史 所以我就是花一个学期 跑到以色列 在大学里面专门练这一课 所以我不敢说我是专家 但是我只是这方面看的书多一点而已 所以希望能够把我知道的跟大家分享 太好了 好厉害哦 他还修过Hebrew耶 对 很难学吧 非常难非常难 对我自己上网就看了一下 我也看过 是啊 对 然后我就是看了大概五分钟 然后我就 呀 我本来信心满满的想要去学Hebrew 想要跟Bep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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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 对 然后结果发现 他男人跟女人 然后什么男的他 女的他讲起来都不一样 我想说这好困难 五分钟就放弃了 那今天我们最主要 就是想要问你 就是以色列的这个归属圈 或者是巴勒斯坦这块地的归属圈 对 你可不可以就是告诉我们一下 这段的历史 从圣经的这个角度开始 一直到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好,那我先讲这个以色列 就是这个土地跟柔泰人的这个关系 我分两方面讲 一方面就是圣经怎么说 另外一方面就是近代的历史怎么发展出来的 那圣经里面怎么说很简单 就是根据创世纪第十七章 神跟亚伯赖汉立这个约 这个约神说是永远的约 那这个约的条款里面是包括这块土地 当时叫迦南地 那这个地神说我要赐给你跟你的后裔永远为业 所以根据这句话 就是说既然这个约是永远的约 那到现在也是有效的 第二就是这个约是包括这块土地 神应许是给阿伯赖汉跟他的后裔 那他的后裔是谁呢 就是阿伯赖汉 以撒跟雅各 雅各有十二个儿子 成为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所以就是说 古代的以色列人跟今天的犹太人 就继承了这个约 所以这块土地就是属于以色列 属于犹太人了 那这个是圣经的早度 但是我有个问题哦 那他可以说以什玛利 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 然后现在的这些阿拉伯人 其实也是 如果说亚伯拉罕是第一个犹太人的话 那以什玛利的后裔也都是犹太人啊 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那他们现在就可以说那块地 阿拉伯人以什玛利的后裔也会有份啊 话是怎样说 因为圣经里面讲到 这个神是阿拉伯拉罕 以色雅各的神 所以这条线呢 神跟阿拉伯拉罕立了这个约 这个约 这个约他的后裔 哪一个是继承这个约呢 因为圣经说啊 这个以色是神应许的儿子 而不是以色玛利 虽然他是长子 但是他的出生不是由于神 是人的就是这个 这个撒拉自己的出的主意 所以这个约啊 继承就是应许的儿子 来继承就是以色 那神另外给以色玛利 跟的后裔 有更大的这个土地 所以现在阿拉伯人 就是以色玛利的后裔 他们所拥有的土地 他们所拥有的机缘呢 大大超过以色列 大大超过犹太人的 所以神没有亏负以色玛利的后裔 那大家知道 在2000年前呢 罗马帝国就粉碎了 当时犹太人的起义 就把犹太人都赶出去 在大概第二世纪的时候 大概是132年的时候 当时这个罗马皇帝叫哈德良 他对犹太人很讨厌 不但把他们赶走 也是把这个土地改名 这是切断以色列犹太人 跟这个土地一切的关系 所以就把这个土地 从此不再叫以色列地 就改到一个新的名字 叫叙利亚巴勒斯坦 所以从此以后 这块土地人家就叫巴勒斯坦 那犹太人就这样子 跟这个土地就离开了 虽然离开不是100%离开 还有一些人住在那边 但是大部分都流散 在中东其他地方 也流散在欧洲 有些流散到更远的地方 到了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 当时历史过来 犹太人一直受到歧视 也受到迫害 所以有些犹太人 当时那个时代 兴起这个民族主义 Nationalism 所以犹太人觉得我们也是一个民族 为什么我们没有自己的国家呢 所以当时他们就兴起一个 我们叫西安的运动 就是说要服国 所以问题是 服国在那里重新建立自己的国家 所以当时很多人都主张 要回到他们祖先的这块土地 那这块土地当时是谁来统治的 就是Ottoman Empire Ottoman Empire我们中文叫 俄图曼帝国 这个帝国今天来说 这是土耳其人的帝国 他们统治了400年 这个关键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那两个阵营 一个阵营是德国跟这个Ottoman Empire 另外一个阵营就是英国 法国啊美国啊 这两个阵营打仗 那打仗的结果就是 英国啊法国啊美国的打赢 那德国跟这个土耳其的 这个Ottoman Empire的打输了 那输了以后 差不多战争差不多完的时候 到了1917年的时候 这个犹太人这个服国运动 他们就要求英国能够表明 能够帮助犹太人 能够在这块土地上面 能够成立国家 所以当时 你知道犹太人很聪明 犹太人他们有一些科学家 帮助英国能够计造一些炸药 这个炸药帮助英国能够打赢这个仗 所以英国就要报答这个犹太人 这个犹太人说 你要报答我 你不需要对我做什么 你只需要为我的民主做一个事情 就希望他们能够发表一个公告 就是说帮助犹太人能够在这块土地上面建立国家 结果当时的英国外相 就写了一封信 这个外相就是说叫Belfort 我们中文叫贝尔福 那他写了一封信 这个封写明就要帮助犹太人 在这个巴勒斯坦的土地上面 能够建立他们的民族 加原就是国家了 OK这个是由法律效力的这个信 那过了三年左右到1920年 那个打圣战的国家就在这个意大利的一个地方 我们叫Saint-Wil-Mo 中文我们翻译做Saint-Lil-Mo 那他们这个会议的结果就是承认这个贝尔福的宣言 所以说这个不单是英国承认 也是得到当时国际的承认 这块土地我们当时叫巴勒斯坦 就是未来这个犹太人建国的这个地方 你刚刚说的是两个不同的说法 一个是公告一个是宣言 这个在国际上面的地位是不太一样的 宣言就是我们叫这个Belfort 他们英文叫Belfort Decoration这个宣言 其实是一封信 OK这个英国发表出来的 那但是Saint-Wil-Mo他们开一个会 这个会他们出来一个公告 这个公告是承认这个Decoration OK 这个所以进一步不单单是英国了 这个国际社会也承认了 所以以色列人我们说犹太人拥有这块土地 不单单是根据圣经 也是根据近代历史的发展 通过这个国际的这个宣言 国际的这个公告 承认这块土地是未来犹太人建立国家的这个地方 那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 成立一个国际主席叫League of Nations 国际两盟 他们就在巴黎开会 最后出了这个反尔赛合约 这个也正式到了1922年 这个国际两盟就给巴勒斯坦这块土地 本来是由这个Ottoman Empire统治的 那么这个帝国已经解散了 没有了 所以就把这个土地交给英国来托管 OK 托管我们叫Pitus Mandate 托管这个土地 后来大家记得有第二次世界大战 到1945年就打完这个战 英国就元气大伤 所以他们也没办法继续这个托管 所以到后来就把这个土地 交还给联合国 联合国到1947年的11月29号 就在联合国大会里面通过1881的这个决议案 这个决议案就是说 要把这个土地能够可以成立两个国家 因为为什么呢 两个国家呢 因为当地住了犹太人 也住了阿拉伯人 这两个民族不能够共同住在一起 既然不能够共同住在一起 就把你们分开 分开的时候 这个土地造给你们犹太人建国 这块土地造给你们阿拉伯人建国 那这个1881号这个决议案通过以后 犹太人 虽然他们不能够完全同意这个决议案里面 每一条的内容 但是大体上他们接受 比如什么他们不能够接受 就是里面说 耶路斯人由联合国来管 不属于犹太人 这个他们心里面不能够接受 但是也没办法 也没办法 所以他们最重要是建立国家 所以他们接受了1881号的这个决议案 先插一下 OK 因为要让大家知道 从牧师刚开始说 从圣经的这个角度看 然后一直到刚刚这个1947年这个时候 从来就没有一个国家叫做巴勒斯坦 一直以来都没有一个国家叫做巴勒斯坦 它只是一个地名而已 OK 请继续 好 刚才我说我先讲以色列 然后再说巴勒斯坦 所以犹太人接受以后 所以过了几个月 都是到1948年5月14号 他们终于在哪一天 英国人离开以后 他们就宣告以色列国建立了 所以这块土地出现了一个国家叫以色列 但是阿拉伯人他们拒绝接受这个1881号的决议 因为他们拒绝接受 所以没有建立一个巴勒斯坦 或是阿拉伯人的国家 没有 这个关键就是在47年到48年 如果当时阿拉伯人接受的话 历史跟今天就完全不一样 但是因为他们不接受 为什么他们不接受呢 因为如果他们接受的话 等于承认柔台人可以成立国家 他们都是不愿意看到柔台人建立这个国家 他们自己也没有想过要有自己一个国家 所以他们就拒绝不接受 所以这个中东的斗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 好 那话说回来 巴勒斯坦 刚才说到在第二世纪的时候 这个巴勒斯坦这个明清就是由罗马皇帝定下来的 所以历史一直到现在 很多人就清这个土地叫巴勒斯坦 那但是过去2000年呢 这个土地上面没有出现一个国家叫巴勒斯坦 也没有出现一个阿拉伯人的国家在这块土地上面 如果你说以色列1948年成立 之前是英国托管 英国托管之前是这个Ottoman Empire 400年 那Ottoman Empire之前再之前再之前 都没有什么巴勒斯坦人 也没有什么阿拉伯人建立一个国家 所以这个巴勒斯坦 纯粹是一个地理的名词 不是一个国家的明清 也不是一个民主的明清 世界上没有一个民主叫巴勒斯坦 但是我听说的是 罗马为什么会把那个地方叫做巴勒斯坦 是因为他们就是要用这个名字来侮辱犹太人 因为他们要用犹太人一直以来最大的敌人 非力士人 所以说他们才会用巴勒斯坦这个字来去做 所以说巴勒斯坦这个字本来就是用来侮辱犹太人的 然后那个时候非力士人已经不在那一块土地上面了 对对对 你说对 这个非力士人也不是阿拉伯人 对 他们是来自欧洲的一群人移民到到以色列这块土地上面 建议他们这个city state这个城邦 这个非力士 非力士也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 所以用这块土地好像都是来收入这个犹太人的 那所以我是说巴勒斯坦人本身不是一个民族 他们本身都是阿拉伯人 阿拉伯人他们拥有自己的国家 刚才我说 我说这个英国托管这块土地 这个当时的巴勒斯坦有多大呢 就是约旦河以东跟以西这两面都是叫巴勒斯坦 所以很很大的 那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时候 英国托管的时间里面 他就把约旦河以东的这块土地独立出去 成为一个新的国家叫外约旦河以西这块土地 既然这块土地当时叫巴勒斯坦 所以里藏约河以东的这方面 大概占整个巴勒斯坦 百分之大概七成 About 70% 这个土地独立出去 虽然明清叫transjordan 外约旦 其实就是巴勒斯坦国 如果有人说要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家 我说已经有了 约旦就是了 约旦已经是一个巴勒斯坦国家了 所以这个世界上不是说没有巴勒斯坦国 但是他的明清不叫巴勒斯坦国 好 约旦河以西的这个地方 我说从来没有一个巴勒斯坦国建立过 没有 没有 OK 那以色列1948年独立以后 不到24小时 五个阿拉伯国家叫攻打以色列 英国人走了以后 他们立刻要来进攻 这五个国家包括埃及 外约旦 伊赖克 黎巴勒斯坦国家 五个国家 那打了差不多十个月 本来他们以为 打一个礼拜几天就可以把油坛杀光 把他们赶下去地中海 结果 直接生存下来 这个是一个miracle 这个神迹 你记得当时以色列立国初期 连军队都没有 你说没有军队怎么打仗 他们有些民兵 那这个民兵不受中央指挥的 他们就自己打仗 这个中央政府没办法指挥他们 后来有休战的时刻 以色列才建立自己的IDF 自己的国防军 所以当时打仗初期以色列是连接的军队都没有 但是他们就是很奇妙 神的保守 他们就生存下来 结果打了十个月以后 到了1949年3月10号 这一天 他们这个战就打完 打完以后 以色列这个领土 就扩大 但是呢 原本留给阿拉伯人建国的那些土地 结果给这个加萨 就给埃及 占领 在这个犹太跟撒玛利亚 原本留给阿拉伯人建国的那个地方 就被一个transjournal 外越旦 占领 占领以后 他就把它当作是自己的土地 就把自己的国家名字去掉这个外 就称越旦 我就是越旦 不再称外越旦 所以你说这个土地谁占领 就是越旦占领 但是也没有人抗议 他们占领到一直到1967年 六日战争的时候 以色列就把这个越旦人赶走 重生加萨跟这个所谓西岸 西岸是一般人说这个是西岸 圣经里面就说这是犹太跟撒玛利亚 重新成为以色列的这个土地 其实根据圣经 这块土地就是自古以来 就是以色列的领土 但是国际社会不承认 说是以色列是occupy 是占领这个土地 那以色列就问 你说我占领 我占领谁的土地呢 你说是巴勒斯坦的土地 但是从来没有一个巴勒斯坦国 成立在哪里 没有啊 如果你从来都没有 那你怎么说我占领你的土地呢 因为你从来都没有成立一个国家 叫巴勒斯坦国 所以1947年那个1881决议案是很重要 只因为阿拉伯人当时不接受这个决议案 所以他们就没有一个法理的根据说 你拥有这块土地 因为你不接受 你不接受 你不能够说 哎呀这是你的 如果你当时接受 这个就是你的 但是你当时不接受 那不是你的 也就是说给过他们建国的机会嘛 但他们自己就是不要建嘛 那不要建的就是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他不愿意让犹太人去建国 他不接受犹太人建国 他们一级的目标就是要消灭以色列 赶走犹太人 为什么呢 原因是宗教原因 因为他们所信仰的是伊西兰教 伊西兰的信仰就是说 如果这块土地是伊西兰的 以后一辈子都是伊西兰的 所以奥特曼 Empire 统治这块土地400年 这个额图曼帝国是伊西兰教 所以既然是伊西兰教拥有这块土地 他们不能够容忍这块土地 落在英国这个基督教国家里面 也不能够容忍这个土地 落在犹太教的以色列手上面 所以他们是不可以跟以色列和平共权的 对他们的眼中 一定要用他们的基言的是 光伏这块土地 重新归属于伊西兰教 这是他们的目标 所以他们不会说 承认了以色列的存在 你有你的以色列 我有我的巴勒斯坦 我们做人居和平共处 这是西方世界一双成员的想法 以为两个国家就可以解决中东的问题 其实是很天真的 他们都不了解 这些穆斯林他们心里面的宗教的因素 就是说要把整块土地 重新归入伊西兰教的管制底下 所以他们不能够容忍基督徒 也不能够容忍犹太教徒在当中掌权 就是这个原因 其实我觉得你刚刚说的这个东西 某层面上我会觉得 好像华人应该是非常理解的 就像台湾跟中国大陆一样 也是个有什么波斯坦公约 然后什么什么巴黎协议 什么什么老布希总统也是说 那你们就是台湾海峡在这个地方 台湾建一个国家中华民国 然后中国大陆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然后呢 但是双方都觉得说 自己就是中国的一个 传统的一个政权 继承的一个政权 所以说到现在 才会一直闹成这个样子 然后一点解决的方案都没有 我觉得这是华人 最可以了解的一个方式吧 对我来说是这个样子 那我觉得像以色列的历史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这块土地上面的所有的建设 还有所有的 不管是加沙地带 他们也有非常多的这个建设 以色列是真的把这一块土地当成是他们的家在建设的 那在奥图曼土耳其帝国的时候 以色列四百年是全就是荒凉一片的 没有任何的建设 所以说虽然这么多的穆斯林 还有阿拉伯人说那一块是他们的土地 但是其实他们一直以来都没有把耶路撒冷 还有以色列当成是他们的家乡来去看待 其实刚才我说的 以色列如果说拥有这块土地有法理的根据 但是阿拉伯人 所以说今天他们说我是巴勒斯坦人 他们拿不到什么法理的根据说这个土地是你的 没有 就因为这样子 所以不能够说一些人占领了巴勒斯坦人的土地 问题是你说这个土地是属于巴勒斯坦人谁说的 法理根据在哪里 也不能够说我们几千年来住在这边 那犹图曼土耳也是几千年住在这边 中国人最坚持的一个原则就是 自古以来 那自古以来这个土地就是 以色列人的 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 以色列是一个国家 唯一一个他们的边境全部都是神化出来的 不是任何一个政权 不是任何一个公约 不是任何一个协议来去做成的 以色列的国家就只是那个样子 就是那个大小 不是因为它很强盛 它可以扩大 它很懦弱的时候它就缩小 而是那一块地是圣经上面说的 这是神说的话 我觉得这一点 就是这块土地是属于犹太人的一个最好的解释 让我补充一下 就是说在19世纪的时候 美国有一个卓家 刚才你也提过这个土地是很难住下去的 美国有个卓家叫马克·图文 他去过这个土地 他写了一本书 就是说这个土地不是人住的 就是说如果你要住哪边很艰难 很难生活下去 所以根本那个土地是人口是很小的 你说住了几百年住的有些阿拉伯人 对 有些阿拉伯人住在那边 但是人口不多 不多 不要以为很多阿拉伯人 其实神粮给阿拉伯人的土地很大 整个中东 整个阿拉伯半岛都是属于阿拉伯人的 他们拥有石油 对不对 机缘很丰富 神没有亏待阿拉伯人 神只是给那么小的地方给阿拉伯人 那你还要抢这个土地 不让阿拉伯人住在哪边 自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次 阿拉伯人要复国 鼓励海外阿拉伯人移居当地 那阿拉伯人陆续移居 回归 他们叫阿利亚 回归 那阿拉伯人懂得做生意 所以哪里有阿拉伯人 哪里的农业 工业 商业都兴旺起来 那兴旺起来的时候 阿拉伯人也陆续进来了 所以阿拉伯人口的增加是因为那里 因为犹太人做生意 犹太人经营这个土地 犹太人这个工业兴旺起来 所以需要劳工 所以阿拉伯人人口也增加了 所以阿拉伯人其实很大部分也是外面进来的 你说犹太人从欧洲从外面进来 阿拉伯人很多也是 OK 那英国管制这段时间 其实很多对犹太人不公平 他们写了一些quota 配额 献计犹太人移民进来的数目 但是对阿拉伯人就没有这个quota 没有献计 所以结果阿拉伯人口就增加很多 犹太人人口有增加 但是不是很多 所以到1948年独立的时候 为什么现在有这个巴勒斯坦难民的问题 我刚才说犹太人建国的时候 连自己军队都没有 自己没有军队只有一些民兵 打仗要应付那五个国家来打你 但是以色列的哪有能力去赶走那些阿拉伯人 没有办法 那那些阿拉伯人怎么离开呢 是因为那五个打以色列的阿拉伯国家都说 要当地的阿拉伯人离开 因为我们用几天就可以把犹太人杀掉 把他们赶下去地中海 所以为了方便我们去屠杀犹太人 所以你们当地的阿拉伯人 你们要离开 先离开 打完战 你们就搬回来 所以很多阿拉伯人几十万就这样离开 你记得以色列连军队都没有 他们哪有这个能力赶走几十万的阿拉伯人 结果很多阿拉伯人就离开 他们以为过一个礼拜 几个礼拜一个月就可以回来 结果回不来 为什么 以色列打赢这个战 打赢这个战他们都回不来 北部来怎么样 他们成为所谓巴勒斯坦的难民 这个成为难民以后 其他阿拉伯国家不拒收他们 为什么呢 就是他们要击造一个难民的问题来困扰以色列 说今天有难民存在 是因为你以色列的存在 所以他们把5月14号阿拉伯人称为灾难日 就是以色列立国哪一天 就是巴勒斯坦人灾难的那一天 所以他们永远允许这些难民 一代截一代截一代到现在超过几百万的难民 到现在还有 就是他们的宋帝国家不去收他们 所以这个难民问题一代一代到现在都是问题 但是当年也有犹太难民 因为很多犹太人住在中东的国家 打仗一开始 这些中东国家就把犹太人赶出去 赶出去以后以色列都无条件 都接受他们 所以以色列人口在独立的时候 大概60万 后来过了一年 人口增加很多 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移民回去 很多人被赶出来 他们就移居到以色列这个土地上面 所以那个时候 这个犹太难民的问题都解决了 为什么解决 因为以色列受了他们 但是阿拉伯的难民 没有解决 因为阿拉伯国家不去收他们 到现在 扎撒这个战争 在扎撒的阿拉伯人 我们说 很多人说是巴勒斯坦人 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 收留他们 埃及说 我不收留他们 越南说 我不收留他们 就是说 让这个灾难存在 让这个灾民存在 能够救以色列 以色列里造成他们的苦难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 而且这是 我们的敌人最常用的方式 好坏喔 对各位可以想想看 美国在写 我们美国宪法的时候 他们就是存留了一个东西 他们绝对不妥协 就是要把 黑人只是 五分之三的这个人的这个 制度 写在宪法里面 尽管所有的国家 都有奴役制度 但是只有 美国的奴役制度 被写在了宪法里面 他们到现在就可以指着说 你的宪法 是没有道德的 没有 是无耻的 所以一直在攻击 所以他们就是要把 这个样子的一个心态 放在所有的人里面 所有阿拉伯的国家里面 补充一下 巴勒斯坦 在这个 加沙地区 在 以色列的治理 还有管理下 很多人说什么 他是露天监狱各方面的 但是当地的人口 增加了七倍 如果他真的是 你们现在在网路上面 看到的什么大屠杀 什么人间炼狱 还有人有心情生孩子吗 对 没有和平的这个情况下 有人会在那个地方 要自己生养众多 然后呢 还有七倍的成长嘛 所以这个都是我们 必须要考虑的 然后不是说我们现在看 现在新闻上面 然后就觉得说 这个主播说的是对的 我们每一个数字 每一个资讯 都要自己亲自的去查证 对我也非常感谢 今天黄花光牧师 可以有这样一个机会 跟我们大家分享 我们一般 现在在电视 还有在媒体上面 没有办法看到的真相 还有历史 我觉得有一个地方 就是说 让我感觉到很 被感动的一个地方 就是他讲到说 那个难民的地方 其实这个问题是 基本上我以前从来 没有听过这样一个说法 但是你想一想 就现在发生的事情 的确就是合理的 而且基本上就只有这样一个解释而已 所以我知道大家很多 对于这个以色列的什么 土地的归属权问题 或者是历史问题 其实绝大多数 我可以这样讲了 99.8%的人 其实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是大家全部都在评论 而且是你看了现在的新闻报道之后 然后你用你自己肉体的血气 去评论这些东西 然后感觉到非常的生气 觉得说不公平 但是希望今天看了这期节目之后 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去反思 尤其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 你在以色列的问题上面 你必须要站在神的立场上面 去考虑这些事情 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 如果你不是基督徒 你或许可以说 我看了这个新闻 这个新闻是这样说 我看了那个新闻 那样是这样说 如果要是这样的话 我们今天的节目 是给你另外的一个选择 你可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里面 去看说一个真正的历史 或者是你可以了解到的讯息 到底是怎么样 但是我鼓励你 如果你是基督徒 你必须要在每一个 圣经的立场上面 你都必须要跟神的立场 站在一起 因为你是基督徒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希望今天的节目 可以给大家一个 很好的解答 也非常感谢 黄浩光牧师 今天给我们大家 这么全辈的分析 我真的太配合 没有稿 你知道吗 没有稿 我不知道就是怎么可以有人 把什么历史 什么年代 年份 然后谁谁发生什么事情 总理名字都说出来 我跟你讲 他绝对是讲了一本书 你知道吗 但是今天因为我们给 黄浩光牧师 我们有讲说 我们节目有时常限制 我觉得如果要是 没有时常限制 黄浩光牧师 可以讲两个小时 就是更加细致的 把这些问题 都给你讲得很清楚 但是我相信 今天他讲的这些 已经让我们感觉够清楚了 最起码我觉得是这样 我觉得非常棒 非常棒 对 所以如果大家 要是看完了这期节目 如果你觉得说 真的好棒 欢迎大家赶快转发 然后也希望大家给 还在迷惑中的弟兄姐妹 为他们祷告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你可以看到 有很多迷惑你的新闻 有很多迷惑你的立场 以后会更多 不管在各种各样的事情上面 以后世界大战开打了 我跟你讲 会有更多更多 让你没有办法明白的新闻 或者是发生更多的事件 会让你confuse 但是我们知道 神的真理是永远都不会改变 神永远都是安定在天 而且他的话语 永远都是历经在那里 永远都不会改变 所以只要我们抓住圣经 放心了 在幕后的时候 你不会被敌人 抛出任何东西去confuse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也让我们再一次感谢黄浩光牧师 谢谢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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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请 好谢谢 好那今天呢 就是我们节目的全部内容 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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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